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法国杂志《查理周刊》和一间犹太超市 遭到伊斯兰激进分子恐怖攻击 夺走17条性命 引发全球对恐怖威胁的警觉 光是巴黎就有超过150万人 参与反恐游行写下历史 这两件恐怖攻击案件 不只让法国更新反恐思维 更让全球领袖展现空前的团结 不只法国、德国、英国和以色列等 40多位国家元首攜手响应 即使在乌克兰陷入严重冲突的乌俄两国领袖 也暂时放下旗舰加入游行 法国现在正在遇到一个震撼 一个震撼是一个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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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震撼的 这没有疑问 巴黎反恐大游行 300多万人走上街头 欧洲各国领袖 在法国总统欧兰德的号召下 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 英国首相卡麦隆 都亲自出席力挺 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两个频传冲突的地方 政治领袖也都参与游行 超过40国元首和代表 并肩骑步走 展现全球反恐决心 规模前所未见 游行这一天 巴黎大众运输系统免费 地铁站和游行必经之地 都塞满人群 民众不分宗教种族或国籍 高举各式各样的 我是查理标语 漫画版和铅笔 表达支持言论自由和和平 反对恐怖主义和仇恨 同一时间欧洲各国 也发起游行响应 声援遭到恐怖攻击的法国 捍卫言论自由 我们想告诉大家 我们不能够杀 自由的想法 英国首都伦敦 则在多个著名地标点灯 投射出法国国旗的 红蓝白三个颜色 表达和巴黎民众团结一心 也向受害者哀悼之意 全球同声谴责恐怖分子暴行 美国也宣布 下个月举行反恐高峰会 讨论如何打击恐怖主义 不过在此同时 比利时和德国媒体 却因为转载查理周刊 分别受到炸弹威胁和纵火攻击 索性无人伤亡 中央世界的曾一璇 将今夜综合报导 中央世界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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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得到目前为止 今日的人都会得到你 我们想和诬祝物是与老年报道 与他们被影响了 我们败地内 需要和你共产相关的 要保持 諷刺時事的法國漫畫刊物查理週刊 日前遭到恐怖分子 血洗攻擊 未在巴黎的辦公室 造成12人死亡 全球震驚之際 也掀起一波波力挺新闻自由的行動 社群網站臉書的創辦人 祖克博貼文 誓言捍衛臉書用戶的言論自由 网友成立的 我是查理臉書帳號上 貼出全球插畫家和漫畫家 畫出對這起事件的回應 一幅幅的插畫 把傳媒記者和畫家手上的筆 化作武器 對抗恐怖分子的槍支刀屑 有時候威脅之大 讓畫家倍感壓力 卻仍堅持畫下去 也有畫家認為 這次查理周刊遇襲事件 就像硬是把筆給折斷 不過斷掉的筆 削一削 卻變成更多的筆 更多的盟友 一起對抗恐怖迫害 中央社總和報導 好萊塢年度盛世金球獎12號頒獎 電影劇情類最佳男女主角 由先前互升高的艾迪瑞德曼 和朱莉安摩爾拿下 音樂喜劇類方面 艾美亞當斯連莊豐厚 米高基頓則是首次入圍 就勇奪影帝 最佳男女配角 則頒給了J.K.西蒙斯 和派翠西亞艾奎特 今年金球獎最大贏家 被電影年少時代莫屬 導演理查林克雷特 耗時12年 跟拍6歲的素人男孩 從求學 戀愛 到走入家庭的成長過程 上映後在國際影展好評不斷 這次入圍金球獎五項提名 更一舉奪下最佳女配角 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 三項大獎 強勢問鼎下個月的 奧斯卡金像獎 我還沒喝嗎 同樣被視為得獎 大熱門的電影鳥人 一舉南瓜七項提名 最後只拿下最佳劇本 和音樂喜劇類最佳男主角 倒是黑色喜劇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 超出外界預期 擊敗其他電影 拿下本屆金球獎 音樂喜劇類最佳影片 中央社綜合報導 雅航QZ-8501班機 去年12月28號從印尼四水飛往新加坡途中 墜毀爪瓦海搜救作業經過兩週 10號印尼搜救隊趁著海流穩定 利用福利代旱起重機 終於將雅航機尾殘骸拖出海面 印尼國家搜救局日前在距離亞航機尾殘骸一公里的地方偵測到黑盒子訊號 不過當地海巷惡劣打撈行動被迫取消 雅航試試班機載有162名乘客和機組員目前已巡獲48具遺體 搜救小組持續尋找機身下落 研判大多數乘客遺體可能仍受困在主要機艙中 中央社記者周永杰雅家達報導 香港藝人房組民9號為自己涉毒的案件在北京市東城區法院出庭受審 房組民在兩名罰警押解下走進法庭沒有上手銬 面容平靜但略顯蒼白 房組民對檢方指控容留他人吸毒自願認罪 共稱總共容留他人吸毒四次 前三次是台灣藝人柯正東 法庭一審判決出以房組民有期徒刑六個月 罰金人民幣2000元 約和新台幣1萬元 由於房組民自從2014年8月被捕拘留 到現在將近五個月 折抵刑期後渴望2月中出獄回家過年 房組民出庭受審 兩岸3D媒體高度關注 開庭前法院外除了媒體聚集採訪 還出現眾多陳情民眾 希望藉由房組民案引來的媒體關注 為自己喊冤 中央社記者周慧穎北京報導 被視為奧斯卡風向球的好萊塢年度盛世金球獎揭曉 艾迪瑞德曼和朱利安摩爾以精湛演技奪下戲劇類最佳男女主角 理查林克雷特則以年少時代抱回最佳導演 他們是否在奧斯卡再下一城都是外界關注焦點 本屆奧斯卡入圍名單將在台北時間15號公布 請別錯過全球視野為您帶來精彩的後續消息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賀雅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